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一堂课呢 其实要讲到一些 如何敞开我们自己的心胸 来面对暴力的问题 各位同学 有时候呢 那个我的人生经验里头 就很多人跑来跟我说 陈老师陈老师 我这边做一个举例 如果有雷同 各位不要对号入座 那我在跟我男朋友 或者是我跟我的女朋友相处 哎呀他对我很不好哦 我好想死哦 这样子 讲到死的时候 我这个被听到 就是说他来接受我的諮商的时候 或者是辅导 我听到这一件事的时候 我都会吓到 我会想哦 然后呢 我们电视剧不是都会 什么自杀防治专线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种东西哦 其实这个蛮惊悚的 那有些人呢 像我们最近啊 那个网路上常常在讲到一些明星的一些自杀问题 那我们下面啊 网路的人都会回答一大堆问题啊 然后都会出现一句很经典的话 就会说 人生有很多转弯 为什么你就看不到这些转弯呢 我们看到转弯就要立即转啊 就这样子 事实上呢 有很多人面对到情绪或者暴力的问题 然后所遇到的一些杂事 然后沉寂在自己的心胸的时候 那种的郁闷 他们的人生是看不到转弯的 那这一句话呢 也是我一个精神科医师的好朋友跟我讲的 有时候他会因为面临到自己的一些伤害 甚至有导致到有一些忧郁症的一些问题的话 特别在这个地方 他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自杀或自伤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各位同学 我们在面对暴力的时候 万一在前面还没有任何的情绪上的一些伤害 或者是情绪上的急患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来学习一下 什么叫做自救 那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一堂课呢 就是来面对来所谓的暴力的时候 特别是家庭暴力 我们如何惨害心胸来面对这些事 当然各位同学 假设你已经有忧郁症的状况的时候 麻烦各位同学要尽快的就医 这个当然不是在我们本课的范围 那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哦 在我的实物经验 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 当然我们这一堂课 会有很多一些实物经验的分享 那这个地方我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在以前啊 有跟同学们一起到嘉义县的偏乡地区 来做一个那个法治教育 那时候呢 我们有辅导一些一些受包妇女的一些 她的法律谨商的一些问题 那时候呢 学生回来都会跟我分享一些他们的想法 学生非常有趣哦 都会跟我讲什么呢 老师 受包妇女明明知道自己被打得半死 那为什么他们都不走勒 不离开了 好笨哦 就这样子 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在选修哦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能够看到转弯 当然受暴的受害当中 不一定见得到转弯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我当时呢 常常来趁机会来教育 我们这些学生 就在讲 你们的文化 以及时代背景 跟这些妇女们 或者是这些男性们 都不一样 特别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各位同学 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哦 就是说 特别我们的大学生们 都是未婚 那他都还没有进入到 也就是他们的情感世界 还是在甜蜜 马上进入到分手期 很多都是这样 他们没有进入到 跟另一半的成长的家庭的过程当中 所以他们在下定论都非常的快 这个并不是只有我们学生而已哦 包括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总是会觉得 哎呀 结婚以后 就是王子与公主 坐着在一个城堡当中居住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还有人哦 就会讲说 哎 那个 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个东西啊 都是童话故事写的 为什么呢 我一定要跟各位同学讲啊 在早期 我的食物定验当中就有看到 在早期很多妇女 他们进入家庭以后 因为他们当时呢 受到非常保守文化的一些影响 所以他们都会认为说 女性 当然当时呢 我们的性别平权意识 没有现在这么好 所以我才这个地方 语句用妇女 这个地方各位同学 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一些婆婆妈妈啊 他们的家庭文化 在早期台湾的传统农业社会 都会标榜一些女性的形象 这个女性的形象呢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的一些历史书啊 还有一些教科书当中 都会有讲到 就是勤勉要忍耐 所以呢 我们的一些妇女 当特别是早期的 他们在受到家庭暴力以后 他们都会 有一个很奇特的想法 这个想法 我们现在都说这种奇特啊 对这些受保护女 比较不好意思一点哦 我们都讲奇特 事实上是因为我是现代的女性 我现在来看当然比较奇怪一点 但是呢 那个时候叫做美德 譬如说 他们在受害的时候 他们就会隐忍 然后呢 就会说 哎呀被打一下 忍耐一下 他们就是这个打我们的人 会不会就因为这样 而更爱我们 或回头 或者都会有一个重大的原因 现在其实这一个原因呢 家暴的原因 也是会一直持续不断 到现在为止也有 就是为了小孩 很多妇女 都是为了小孩 说忍耐一下 要给小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就受到这种的框架 给自己给束缚住 另外就是啊 有些妇女甚至会说 哎呀这个就是我的错 就是我的错 老公才会打我的 被这种传统的框架 给束缚着 这个呢 就是我们传统 家庭暴力的所谓的迷思 所以呢我刚刚强调的是 我们是在旧有的文化 当然呢我们现代呢 还是有存有一些 以前的文化所留下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课程当中呢 我们特别要告诉各位同学 跟各位同学分享 要如何突破这个旧有的迷思 来帮助我们这些家庭暴力的这些受暴者 来敞开心房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一堂课 为什么也要讲到一些迷思的问题 因为我们受暴者 除了我们现在这种二三十岁的年龄以外 各位同学不要忘记了 也有你们的妈妈以及祖母 这个贯穿到七八十岁 这就包括像我 还有其他我们食物专家的一些个案 我们都有发现一些八九十岁 还有七八十岁的一些妇女 或者是男性的友人 或者是他们的男性朋友 等等的这些男性的族群 也有受到一些家暴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这个地方 接下来就要来进入到 我们的课程的部分哦 没图没真相 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卫生福利部 给我们的一个家庭暴力的统计图 各位来看一下哦 我们一边来看我们的图表 一边来介绍 我们这个图表呢 是我们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师 各位同学可以在网路上 也可以同时看到他们的一些统计数字 这个统计数字呢 是从民国97年到103年 所统计出来的家庭暴力事件的各类型的建图 从这个图表我们就知道 过去6年的家庭暴力事件 有真真简简的状况哦 那虽然他们真真简简呢 大致维持在9万多件左右 各位同学你们觉得这个多还是少 好大家来 我们可以在线上我们来讨论一下哦 我们在统计图当中 有一个很清楚的呈现就是 我们家台湾家庭暴力的建树 特别是婚姻离婚与同居关系暴力上 各位特别来看一下 女性受害人还是非常多 其实啊这个东西 我们一直在讨论性别平权 性别平权 但是呢各类型的暴力犯罪的受害人 还是女性有比较多一点 这个并不是只有家庭暴力而已 这个一定要跟各位同学说明一下 那我们依据卫福部的一些统计 从民国97年到103年 我们这些女性的受暴者 有30万人之多 那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这个数字多不多呢 各位同学我们也可以在线上 我们一起来讨论哦 相对的在男性的受害人 只有女性受害人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3万多人 各位男性的同学们 大家可以来讨论这个数字 我个人觉得这个已经是相当进步了 男性的受害人 那个勇于报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各位同学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数字哦 女性30多万人 男性有3万多人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欢迎各位同学 我们勇于讨论这个建树 我们不能轻易的说 哦台湾的家暴好多哦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法 这个当然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房子已经非常的做得还不错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个背景就是说 哎呀真的台湾的家暴的情形 还是有比较多一点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后续的实务专家 会来跟各位同学解说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你们相信真的只有30多万人 男生只有30万人吗 你们相信这种事吗 我其实不相信 因为我们犯罪当中呢 有一种叫做黑树 黑树呢 各位同学有听过吗 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 什么叫黑树 黑树呢 其实就是他没有报案 然后隐藏的 隐匿的一种暴力 的犯罪的建树 在我们这边的说法 叫做犯罪家庭暴力 犯罪的黑树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地方 就要讨论 所谓的黑树的问题 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构成这个黑树 那这个黑树呢 其实跟家庭暴力 传统的概念跟迷思有关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有分三个部分了 这个三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第二个部分是 法不入家门 清关南断家务事 那第三个是 夫妻床头草 床尾河 忍一步风停浪静 退一步海阻破天空 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哦 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 这个真的是我们之前 的一些传统的概念 这也造成了一些迷思 那我们接下来要针对 这三个部分 所谓的传统的概念 跟迷思来做一个解说 首先我们受报人啊 选择隐医家庭暴力 最常听到的就是 家丑不可外扬 这句话呢 其实我们一般民众 从小就听过 这个意思啊 我这也需要解释吗 但是还是跟各位同学 解释一下 那就是说 家里不光彩的事情啊 不要对外宣扬 许多抱持这种心态的受害人 就拒绝对外来寻求协助 那另外呢 相对女性的受报人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男性的受报人 我们男性的受报人 在传统上 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 报案 或者是跟人家 那个讨论的一些建树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的面子的问题 隐忍受害 但是呢 我们刚刚从卫福部的资料当中 可以看到男性的受报人 近几年有呈现 逐渐增加的状态 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刚刚有讲过 持续增加当然不好 但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好处 就是说 我们还是呢 要关切一下 家庭暴力的防治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 也是多亏我们的 政府机关 他们的 报案的程序 都非常的清楚公开 而且都有在宣导 所以呢 造成很多 男性的受报人 比起过去更勇于报案 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从统计当中呢 可以看得到的 那然而呢 家庭暴力 并不是传统的家务事 是一种犯罪行为 所以当我们遇到 家庭暴力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打110 来寻求各地的协助 包括我们可以到 各地的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中心 或者是医院寻求协助 那我们第二个部分 再讲到 法不入家门 清官南段家务事的部分 哦 这些呢 真的是我们台湾 非常旧有的看法 好 跟想法 那确实啊 我要跟各位报告的 一样是我们台湾啊 传统的司法案件当中 当然也会受到社会文化的一些 氛围的影响 在传统在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些判决 或者是一些司法的那个历史的资料 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确还是有劝和不劝离的这样的说法 其实我们正常的人 也不会尽量的叫人家说 你不要轻易的分手啊 因为好不容易在一起的 分手就不太好 但是呢 各位要特别注意的是 随着我们社会崩弃 特别是性别平权的意识的抬头 我们现在台湾的司法人员 非常的开放 而且思想也比较 那个比较贴近这种社会潮流 他们的办案已经 或者是他们承办案件的状况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保守的 一定都是一定要家庭和乐为基准 现在已经是不一定了哦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来讨论家庭暴力 不会因为隐忍而停止 只会一次一次的上演 很多受暴人啊 都会忍受一时的风平浪静 但是各位大概没有想到哦 其实我要跟各位伙伴报告一下 我们以前啊在犯罪学的理论当中 有讲到一个东西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再去选修一些 比较犯罪学或者是 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教科书的 犯罪学的书 他就有在讲到 那个暴力的行为当中 有那种所谓的蜜月期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简单的来跟各位同学讲哦 有时候暴力行为发生 发生的时候他们两个当然很僵 但是呢家庭暴力的加害人 他有时候就会特别说 哎呀对不起啊抱歉啊 然后跪下来求饶或是怎么样 然后呢被害人常常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好 因为他因为我刚刚有讲到嘛 他为了要隐忍或者是家庭的期待 特别是比较传统的家庭 他们就是说原谅 那时候就进到蜜月期 哦两个那时候就感觉到很好 很好以后 哎 家暴的家害人就觉得 哎再过一段时间又来了 就会就又来做一个暴力行为 然后之后又跪地求饶 犯罪学的书 有在讲到这一个循环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也就是为什么家暴 我刚刚有讲到 家庭暴力 为什么都不会停止的原因 因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问题 那接下来 有些受害人呢 认为自己必须要对家害人的暴力来负责 选择被家害人责骂 认为是自己的错 这个刚刚我也有讲到 认为哎呀 自己就是不好啦 只好受他控制 认为他的施暴 哦这个很多 以前受暴妇女都会有讲到 就是一时的冲动 刚刚我也有讲到 家家害人的道歉保证 还有比较糟糕的是家族成员 都会讲哎呀你们夫妻 都会吵吵闹闹的 这种状况 认为夫妻总是床头吵 床尾和 就很多人都相信暴力不会再发生 结果呢到最后就还是发生了 这个就是家庭暴力一些有 特别的一些情形 要跟各位同学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课程 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因为我刚刚讲到这里 人家就会讲啊 陈老师你刚刚讲的东西 我都听过了 或者是我的阿嬷 我的妈妈都有讲过 但是这一堂课呢 其实在比较轻松以外 我们要一定要跟各位同学 来分享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现在很有名的 酒精跟药物滥用 药物滥用俗称哦 各位同学你们有听过 就是所谓的吸毒 会被导引家庭暴力的问题 当然哦 各位同学在我的食物经验里头呢 很多暴力犯罪呢 都是因为所谓的酗酒的状况产生 那其实呢 酗酒会不会成为暴力因素呢 当然跟它有密切的关系 药物滥用也是 那其实呢 它并不是直接成为暴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有很大的关联 它是它的重要关联性之一 那所以呢 很多那个酗酒以后 它就会产生暴力行为 或者是药物滥用 就会产生一些暴力行为 这个各位伙伴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在第二节课 我们是不是刚刚有出现一位林明杰老师啊 林明杰老师 他在他的研究当中就有在讲到说 如果你在评估家庭暴力犯的时候 就是他能不能 就是说有比较个案辅导有没有成功 一个重要的关键呢 就是他有没有再继续酗酒 或者是药物滥用的一个情况 所以各位伙伴你们就知道 酗酒跟家暴的状况 是产生暴力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因素 所以呢 如果产生家暴的人 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有伴随有一些酗酒 或者药物滥用的时候 我们真的比较不能期待 他的家暴的状况会有比较好 各位的学习到这里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 那个药物跟酒精滥用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的画面上会出现 我们三点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那请各位同学万一自己 遭受到家庭暴力 或者是自己的情人 男性友人 女性友人 遭到家庭暴力的时候 我们要有三个部分 我们要呼吁他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们受害人一定要站出来 不要被传统的思想或迷思给约束 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大家不要想说 我们现在是在现代社会 因为我们还是会受到 我们的家长跟我们的男性 女性的长辈给受到家庭教育 给影响 这个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呢 遭受家庭暴力并不是受害人的错 不要自责 不要害怕 这个地方呢 其实女性 特别是女性 我这个一定要讲 大家都会在一起分享受害 然后大家的结论 如果是我刚刚讲的第二点 不要自责不要害怕 那个结论就很好 但是我的经验里头就是 很多妇女聚合在一起 结论竟然是什么 好 我们大家讨论完以后 大家各自回家 继续面对我们未来的光明的世界 但是呢 有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要大家讲一讲以后 决定又要跟家暴的亲人在一起 我们这个地方 或者是一味的都在说自己的错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自责 不要害怕 那我们刚刚就有承接到 我们刚刚第二点的部分 就说大家讲一讲 然后就会说忍 忍耐一下 那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忍一时 不会风平浪静 隐匿会造成难以磨灭的悲剧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刚刚黑术的问题 那最后 我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为了要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的家人 我们一定要面对我们的第一步 那第一步 在怎么样的状况开始呢 我们一定要认识 我们所谓的家庭暴力的一些类型 那让大家知道 我们第四集之后呢 就是要面对我们的类型 我们是哪一种类型 要来跟各位同学来 来做一个分享 那最后 我还是在中正大学的美丽的风景下 跟各位道别了 希望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